在今天早上有一架编号CS431的国泰航空班机 本来是在上午的11点20分 由高雄小港机场飞往香港 在跑道上要起飞的时候 疑似引擎出了问题 而滑行到了跑道上 由现场的目击者提供的画面也可以看到 这架国泰航空的班机 在跑道头家族马力准备要起飞 突然他右侧的引擎冒出了不明的火光 随后还听到疑似爆炸的声响 飞机减速停在跑道上 直到了下午12点15分 申请划回停机凭检修 而在机上总共有275名的旅客 随后也被请下机到后机室等候 而至于飞机的故障原因 乘客表示当时飞机正要起飞 突然听到两声的爆炸声 飞机不规则的晃了两下 而机长也告知 这个2号引擎发生的故障 取消起飞 至于事故的原因 有待调查之后理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